平安的离开台湾 五天来下榻的原山饭店呢 则是响起了一片的掌声 饭店人员为执行原警加油打气 说呢这五天来他们不眠不休 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有便衣行警真的是高声的欢呼说 我们终于毕业了 还有制服原警在原山饭店前 拍下所谓的毕业照 脸上也总算有了五天来 难得一见的放松笑容 原山饭店大厅一片掌声 陈渝林违安任务告一段落 负责饭店违安的台北市中山分局长谢文杰 终于放下心中石头 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说 我们团队相当有融度于共 而且能够发挥最高的智慧 谢谢各位 刚刚听到那样讲有没有很感动 谢谢 分局长红着眼眶语气逐渐哽咽 陈渝林离开饭店前 特别向警方鞠躬道谢 一句谢谢说尽职情原警新坎里 脸上总算有了五天难得一见的放松笑容 饭店内一片掌声 在外场风吹日晒雨淋的滴线远景 也着手拆起巨马 脸上挂着紧绷一夜没睡的黑眼圈 但心情却是轻松的 每天都像在睡午觉一样 为什么 一天睡两三个小时 那我们接一下 每天都像睡午觉 你怎么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没有啦 也是要做的啦 要做的啦 你们最辛苦啦 谢谢啦 大家都一样啦 所以如果说眼影上有什么 就比较不好意思啊 在巨马前排排站拍下照片流念 有袁警笑着说 陈渝林平安离开 大家终于毕业了 带着疲倦神情半开玩笑 背后是五天来不眠不休的压力心酸 最近喜欢参与讯刮旗台报道 而民进党